在美国我们大家很多人来了这边会慢慢习惯 我们有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动手做 所以呢有很多人有可能会选择了解一下汽车 那汽车呢 这些东西一般初级来说我们大家可以做的 无非就是换三绿啊 还有这个机油啊 因为现在很多汽车新款的汽车已经没有变速箱油了 所以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自己去动手去换变速箱油 那机油我们换完了又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在今天这里跟大家先讲明 机油是没有办法去丢作为垃圾丢到我们的垃圾桶里的 如果被这个政府发现的话 我们会拿到一个很高的罚款 所以呢这边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而且也不能把它去倒到我们的下水道里头 有些人有可能放到即是家的下水道里头啊 或者说啊长期把它堆到一个垃圾的地方 这样有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地面性的污染 因为这个油会往地底下去渗一下 那如果那些地方有这种的啊饮用水的问题的话 有可能我们大家又会给自己造成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危害 所以呢一般机油我们如果是买来从这种商家去买来的话啊 这些地方他们都可以回收你们私人的像拍拨或凹凸凸 他们都有替政府帮助我们私人来回收机油 如果说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打到我们地区的city 有些city政府也会提供给你哪个地方是指定回收救机油的地方 因为呢他们对这些东西都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千万不要把它再倒在我们的地沟或者放在我们的垃圾桶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